加入成为星电视YouTube会员 支持良心传媒观看独家视频 成为星电视YouTube会员 就可以享有优先观看精彩的视频 总编辑时间亲切回应 VIP互动机会 快来加入星电视YouTube慧然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美国星岛中文殿来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海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香港最近疫情非常之严重 单日的确诊还超过了600宗 在香港的朋友生活肯定面对着很多的不便 也会心情非常之焦虑 在这个时候 我们更加需要思考 怎样是一个正确的评价 香港疫情和防疫工作的方法 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 在一国两制之下 香港的制度有人说不中不西 的确香港的制度和内地是不一样 也都和西方不能够完全一样 面对疫情的时候 香港的确诊数字 是算是高还是低呢? 如果和中国的内地比较 这个数字可能是偏高了 但如果和西方的一些国家比较 香港的确诊又不算高 香港的这个特殊状态 也都令到香港的社会 对于防疫应该怎样去做 有非常之不同的意见 大家都知道香港有所谓黄丝和蓝丝 我们姑且也都用这个惯常的区分方法 在香港 黄丝是占了社会的大多数 这是一个非常之遗憾 但也是不能够否认的事实 黄丝现在鼓吹的是 应该要与病毒共存 参考西方的某些国家 将新冠病毒视为 一个比较严重的流行性感冒 而在蓝营里面 现在比较高调的声音 就是鼓吹要全民检测 以及要用实名制的方法推行健康码 追踪每一个人的行踪 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取态之下 香港政府采取了一种比较中庸的取态 结果就是导致两面都不讨好 这个似乎就是香港这一刻 防疫工作最大的困境 似乎是为了回应香港这一刻思想上的混乱 中央的权威媒体最近发表了两篇文章 都是针对香港的疫情 作出了比较权威的官方表态 今天希望跟大家分享两篇 中国权威官方媒体的文章 看看中央政府如何看香港现在的防疫工作 首先分享的是新华网2月6日的新华时评 标题是凝聚香港社会共克时间的坚定信心 文章的第一段是这样说的 近期奥密克庸变种毒株 造成香港新一波疫情爆发 对全港七百多万民众而言 多勿之急是统一思想 坚持动态清零防疫抗疫方向 屏气集音 齐心抗疫 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这一段是全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关键词是统一思想 齐心抗疫 即大家应该要凝聚共识 不要再有这么多分歧了 文章的第二段说 香港5日单日新增351宗新冠肺炎确诊案例 是两年来单日新高 因应新冠病毒 奥密克庸变种二珠的快速蔓延态势 特区政府持续采取最严谨的社交距离 限制措施抑制人流 同时大幅提升检测能力 以其尽快控制疫情 然而此时所谓与病毒共存的声音得到一些附和 动态清零则遭到了误解甚至歪曲 引用完毕 这一段首先是高度肯定了特区政府的防疫工作 提到特区政府已采取了最严谨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 以及大幅提升了检测能力 我们可以注意 文章后面有一段也提到 新一轮疫情爆发后 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按风险程度在不同地区采取 维封强检、强制检测和怨检进检等行动 并将推行疫苗通行证等举措 以最大力量保护市民生命安全 这些表述 例如最大力量和最严谨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 都是肯定着特区政府已采取着最大的努力 去进行防疫的工作 至于统一思想針对的是什么错误的思想 这篇文章就是用了与病毒共存作为一个论述上的对手 用科学的数据和民意的支持来论证 与病毒共存是不科学、不可行也得不到民意支持的 文章坚持动态清零才是对香港最合适的做法 去到总结的部分 文章尾尔那段是这么说的 当此紧急形势 香港社会游衰凝聚共识 全面遵循动态清零的抗疫防疫方针 当务之急是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尽早找出传染源 精准进行医疗救治 同时通过大数据手段 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有效追踪 通过严谨的社区防控建立起网格化管理 并努力平衡经济发展、生产生活和疫情防控之间的关系 这段再次强调需要凝聚共识 以及维护动态清零的防疫方针 具体的建议包括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或大数据手段 以及社区的网格化管理 这些做法是内地行之有效的做法 但来到香港的应用,当然也不能百分之百召搬内地那一套 文章的上面部分已经肯定了 香港政府在大力地扩大核酸检测的能力和范围 至于要扩到多大才足够 这是需要按照实际的情况判断 而不是教条化地说 全民检测,每一个人都要检,那一定是最好的 第一篇文章就先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看全民的听众朋友可以点进去下面的连结 我们现在看看第二篇权威性的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在2月7日 即是刚才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的第二天 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 标题是《动态清零是香港抗疫的科学选择》 这篇人民日报的文章 和刚才介绍的新华网的文章内容大同小异 但也有细微的差异 我简单讲讲重点 第一段文章是这样讲的 近期新冠病毒奥密克庸变异株 在全球快速蔓延 并引发香港新一波疫情爆发 香港本地新增 确诊病例已连续多日破白 香港特区政府果断采取多项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 严格防疫抗疫措施 这一段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官方表态 首先表明 新冠病毒变异株在全球爆发 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是因为全球性的爆发 引发了香港的新一波疫情 同时 它是用果断这个形容词 来形容特区的防疫措施 这个表态 与市面上对特区政府的批评截然不同 第二段文章是这样讲的 在当前香港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 却有人歪曲动态清零含义 質疑特区政府的防疫抗疫举措 不负责任地提出香港应放弃动态清零 实行所谓与病毒共存的躺平策略 与任由初五论调大行其道混淆视听 将动摇香港全社会的抗疫信心 影响抗疫成效 这段有两层意思 最表面的意思非常之简单 就是说现在这一刻 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与提倡与病毒共存的声音辩论 要反对这种错误的声音 但这段也有另一个引伸的意思 质疑特区政府的防疫抗疫举措 如果是会动摇香港全社会的抗疫信心 影响抗疫成效的话 那不单是歪曲动态清零 是质疑特区政府的防疫抗疫举措 其他动摇香港全社会抗疫信心 质疑特区政府的行为也需要值得谴责 时间关系 我分享最后一个段落 也是这篇文章的尾尔的段落 文章是这么说的 香港社会应坚定动态清零的意志和信心 全力支持配合特区政府完善动态清零的相关政策 做到科学精准施策 尽快切断传播链 撲灭本轮疫情 香港可借鉴内地有益经验 精准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精准或定密切接触者 精准或定风险地区 精准进行医疗救治 精准实施社区防控 这段可以看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实施防疫的主体是特区政府 香港社会应该全力地支持和配合特区政府 去完善动态清零的相关政策举措 间接上来说 文章也是肯定着特区政府在这方面的举措 总体的方向上是做得正确的 思路是与中央是一致的 所以香港社会 香港的市民 以及香港的政治人物 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全力地支持和配合特区政府 而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 去提到香港可借鉴内地有益经验的时候 提出了好几点 但没有再提及 去扩大这个检测范围 这个细节也不用忽视 今天的香港疫情非常严重 但更麻烦的是 无论是黄丝或蓝丝 现在对香港政府的举措 都有非常大的反对意见 在这个情况下 参考一下 中央权威媒体的声音 对我们的思路会一定的帮助 有很多人会认为 中央政府即使不满意特区政府的施政 都不会公开直接指出 所以认为这些官方文章 没什么参考价值 但最顶级的官媒 为什么要连续两天 就着同一个题目 发表相同的言论呢? 背后一定是有它的道理 不会是客气话那么简单 同时看《人民日报》 和《新华网》的读者 肯定不会是反对动态清零 支持与病毒共存的人 为什么这两篇文章 都要以反对与病毒共存的论点 作为它的主要论述呢? 很明显它不是写给那些反对的人 即是所谓黄尸体的 而是希望蓝尸和蓝盈 都可以以这个论述作为主要的对手 不要分散注意力 支持特区政府的防疫政策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星期再见